大家好,这里是小包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老子的道德经 那今天我们聊聊第二篇 相对论 在这篇的内容也是道家思想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其中的名句也是广泛被引用 比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比如天下皆知美为美,是恶意 皆知善为善,是不善意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轻 阴身相合,前后相随 这里老子阐释了道家思想的相对性 大概意思就是说 天下的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就自然存在了 都知道什么是善,一定也知道什么是不善 所以有和无是相待而生的 然和意是相待而成的 长和短是相待而显的 高和下是相待而成的 老子认为善恶,美丑,有无和高下都是相对相生的 那关于相对性,其实在《道德心》的第十八篇里面也有具体的论述 老子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处有大为 六亲不和有孝词,国家混乱有忠诚 大道和仁义,智慧和大为,忠孝和仁义,这些都是相对相生的观念 那大部分人理解相对性只看到了事物的不同属性 但是这里,道家思想的相对性是统一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 那更进一步的意思是说,事物内部的矛盾和统一 那对立统一的思想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之一 那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实有三大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以及对立统一规律 而对立统一其实是辩证法的核心 那什么是对立统一呢? 就是看似相互矛盾的两面缺一不可的 而且最终他们会走向统一 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是正反和 也就是有正命题,然后就有反命题 并且正命题和反命题是相互冲突的 而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会驱动事物变化发展 最终走向和 然后和又发展成为一个正命题 又会出现相反的反命题 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的发展变化 那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绝对精神的一种体现 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大概思路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花朵是从花蕾发展而来的 同时花朵也是对花蕾的一种否定 那果实是从花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同时果实也是对花朵的一种否定 那一朵花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 就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 也是树这个实体的生命历程 而在道价思想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隐喻 事物具有正反两面的特性 同时正反两面是相对相生的 也就是说一个事物会同时具有正反两面 就像老子说福祸相依一样 一定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它们是并存的 而且是相互可以共存的 然后事物这种两面性会相互的转换 就像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一样 那事物的两面会相互转换 道的内涵之一就是变化 事物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的运动和变化者 其实东西方思想有很多类似的思想和观念 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其实思想内涵是相通的 那都是在寻找世界的本质 以及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 这在西方哲学里面是本体论的范畴 比如大家思想的道和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所提出来的罗格斯 就有类似的地方 那他们都是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也体现了世界处于运动变换之中 比如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后面我会继续分享更多有趣的中国哲学思想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报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